嗨大家好,這是肥波 今天要有各位帶來的是 高雄美食美濃篇24小時爽吃特技四選 從米其林推薦的原住民美食 到在地非常夯的版條名店的同胞 但是在開吃之前先幫各位小科普一下 其實美濃除了大家熟悉的版條之外 野菜也是在地非常盛產的美食之一 像是有野蓮福菜白紅梗 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野蓮 也就是俗稱的水蓮 正確名稱其實叫做野蓮 年產量超過1200萬台金 而且採收起來是相當的辛苦 要穿著青蛙裝下到水田裡面採收 同時它也是高雄在地的四大夏季農業活動之一 想要了解更多高雄農業新鮮室 可以上網搜尋夏季新鮮室 或者是直接來參加7月22號到23號 所舉辦的美濃野菜節 現場除了有市集音樂會之外 還有野蓮的採集體驗 讓你各位可以感受一下 濃濃的客家風味文化 地點就會在美濃湖廣場的南側 包你可以吃得開心 同時更加認識美濃在地的野菜文化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出發開吃 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 首先第一站當然要以客家菜開局 它就是位於美濃湖公園附近的美濃莊 除了一些經典的客家菜 像是梅干扣肉之外 還可以點到一些非常特別的野蓮創新料理 像是這份怪味椒麻豬花肉野蓮捲 還有像是野蓮板條壽司 然後呢我還有再點了一份 黑松露客裝油雞拌板條 整個美濃估計只有這間店可以吃到這個組合 好的 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就從這個黑松露 客裝油雞拌板條起手 搭配上一球黑松露 聞起來真的是很香 放山肌肉的這種嫩度腳感 口感上覺得是很強的 所以你咀嚼肌肉本身的那種鹹香油脂風味 就會跟濃醇的黑松露香氣融合在一起 不過黑松露搭配上這種蒜蓉油膏 會不會是適合 幫各位感受一下 蒜蓉油膏跟黑松露都算是這種極度濃厚的路線 搭配在一起同時入口 那真的就是農上這家農 搭配在黑松露的香氣之外 補上非常濃郁的蒜香跟一點甜味 整體的滿足感 絕對是比一般常見的那種結醬白整機更加的誘人 再來呢就試一下的板條 搭配的醬汁就不是蒜蓉醬 而是蔥油蒜蓉黑松露醬 一口下去感受到最顯著的 絕對是它蔥油突出的蔥香甜味 而且因為它是比較偏向冷拌的路線 所以說板條的那種Q度口感呢 就會更加顯著喔 再來一口搭配上點野蓮一起吃 搭配上野蓮呢就可以補上非常顯著的鮮脆度 而且產地新鮮出貨的吃起來 口感上那確實是有差 再來下一道就要來試一下它的 怪味椒麻豬五花肉野蓮捲 打底呢還有再附上一片櫛瓜 中心整個野蓮入口那種水溫感呢 就會非常的突出 同時呢又會再補上它打底櫛瓜 帶有厚實感的鮮脆度 重點是醬汁本身那是相當特別 瑋韻你是可以感受到非常鹹豬的香麻感 但是又不會有過於刺激的辣度 很適合搭配上這種油脂豐富的豬五花肉 再來呢就是一家非常經典的客家菜招牌梅干扣肉 雖然說常見 但其實做法是非常的繁瑣 聽說是要花到一兩天的時間才做得出來 那我們就先來一塊梅干菜 打底櫛上扣肉 色澤雖然看似有黑 但風味上反而其實不會說過於厚重 你還是可以感受到非常顯著 梅干菜本身的香氣 隨著你咀嚼含化它表層的肥肉 濃郁的油脂香氣就會釋放了出來 跟它本身帶點鹹香微甜的醬香風味 融合在一起 不過你唇吃的確實還是偏哈扣了一點 我們就搭配上它的刈包來試一下 這一塊整形的油脂含量 真的是更加突出 感覺如果撒上一點花生粉絕對會更爽 濃郁的扣肉吃完 我們就來一點清爽感的 菸蘿蔔刷個去 而且它是用桂花蜜煙的 什麼幼香大根 或者是韓式炸雞的菸蘿波塊 那一類真的都是太常見 用桂花蜜的吃起來 甜蜜感覺就是再度升級 不是單純作出於酸或甜 你是可以感受到非常顯著 花蜜的香氣 最後呢就以它的 野蓮板條壽司收尾 裡面除了野蓮之外 還有加入肉鬆跟木樹芽 以及一點小黃瓜 跟正一下它不是肉鬆 裡面包的是花生粉 咀嚼的時候在某個瞬間 會有一種吃春菌的感覺 但是外皮的口感 卻是板條相當優秀的Q度 搭配上它中心各種蔬菜類的鮮脆 吃起來真的就是極度清爽 但是又不失療癒感 好的各位 總結言美濃妝 整體吃起來給我的感覺 真的就是在美味跟創意之間 達到了一個很剛好的平衡 而且他們這裡用的野蓮都是美濃在地產的 所以說吃起來那種鮮嫩度 鮮脆感 絕對都是更加突出的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接著下一站 我們就要來試一下 米清理推薦的原住民料理專門店 它就是美濃在地的阿湘的廚房 主廚本人就是 布農族口味上估計是非常的道地 那我點的就是評審大大的推薦菜色 分別是梅枝豆腐、梅枝雞 然後再搭配上櫻花蝦小米粽 那當然來到美濃地區 也連烘蛋也是必須的必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就從它的梅枝豆腐起手 看起來就是熟悉的雞蛋豆腐打底 然後表層有種薄脆感 搭配上中心的自製青梅醬 外層炸出來的脆度是相當的適中 感受的就是一個很舒服的薄脆度 重點是這樣子的部分 會讓你有一種像是甜點般的錯覺 以梅子的酸甜感為主 隨著你咀嚼呢 就會補上雞蛋豆腐它本身那種雞蛋的香氣 而且你吃得出來它是梅醬 其實又帶了一點微微的果肉感 所以說你吃下去的口感層次真的是很豐富 有豆腐外層的薄脆 整理的軟滑 以及濃厚氣果這樣的質地 再來呢就是一下它的櫻花蝦小米粽 一口下去有點少驚喜 風味上意外的其實不會說特別的濃厚 主要還是櫻花蝦那種爆炒過的香氣 以及外圍葉子的清香風味 中心還包了一塊肥肉喔 再來就是它的野蓮烘蛋 再一次幫各位證明一下 它其實不是叫做水蓮 正確名稱的是叫做野蓮 感受一下 一口下去我不需要老實講 其實你察覺不太到野蓮的口感 微香那種快炒過的保養的鮮脆度 裝的就是雞蛋香 然後呢再多了一點野菜的水潤度 最後呢就以它的梅子雞收尾 用的可是放山土雞 再搭配上蘋果鳳梨 還有特製的青梅醬 目前吃起來梅子雞帶給我的衝擊 覺得是相對弱了一點 比較偏向緊實為Q的肉感 然後風味上就是以梅子的果香甜味為主 我們搭配上裡面的蘋果 快一起來試一下 搭配上這種大片切的蘋果一起吃 整體風味的驚豔感覺就是大幅提升的 可以在本來單一沖到底的梅醬酸甜香氣之外 補上非常顯著蘋果的香甜味 而且呢也不會說因為它炒過而變得太過於軟爛 你還是可以感受到微微的水潤紮實度 好的各位 總結也能阿湘的廚房 今天這四道裡面 個人手推它的梅子豆腐 還有櫻花蝦小米粽 絕對是一般你在北部的餐廳 沒有感受過的風味口感組合 至於梅子雞的話 我個人就還OK啦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陣 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 接著下一站我們就來一點板條以外的美濃美食 它就是位在美濃國中附近的鳳兒越南美食 然後我點的呢就是他們的招牌 炸春捲再搭配上海鮮炒河粉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始 那我們首先呢 那等一下我從它的炒河粉起手 感受一下 一口下去我不是說 口感上它絕對是不會輸給板條的 而且呢其實它的色澤看起來相對清淡 但其實風味上還是很夠 搭配上裡面各種蔬菜類 補上一點清爽感 難怪有人說它這家可以跟美濃這邊的板條 明天小PK一下 確實吃起來那是相當的有料 蝦肉整體的緊實Q度還是很夠 同時在它河粉 相當抓取的醬香之外 補上一股淡淡的鮮味喔 我們幫它幾點檸檬再加入一點香菇醬 應該是搭配河粉的吧 我也不太確定 吃起來有點像是鹹香風味更加突出的醬油 同時我裡面又補上一點淡淡的香菇風味 我個人比較喜歡吃它最原始沒有泥醬的版本 再來就是鴨的炸春捲 雖然說肉眼上看不太出來 但其實是可以聞到非常顯著的芋頭香氣 口感上比那種到處都是個深春捲好吃太多了 外圍你可以感受到帶有一定厚度的酥脆 隨著你咀嚼就會補上很顯著裡面芋頭的香氣 我們爐上點越式料理的疲憊 魚霧沾這樣試一下 我個人是蠻喜歡魚霧的風味啦 除了補上非常獨特的鮮味之外 還可以讓它外圍梳雜的麵皮 有種更加滋潤的感覺喔 好的各位 總結呢 鳳兒越南美食 下次你各位來到美濃 在打算要跟大家一起去排一些粄條名的時候 充分可以考慮一下這間 鶿醬香、鶿口感真的都是很到位 而且絕對是相對比較不用排太久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 最後一站 我們就以美濃在地最經典的招牌美食收尾 那就是炒板條 選擇真的是非常多啦 那我找的這間呢 就是有冷氣、採光又好的廟口板條 然後呢 除了炒板條之外 我還有再點了一個花生豆腐跟炒野蓮 基本上美濃地區非常經典的在地小吃 這裡都點得到啦 那我們首先呢 從炒板條起手 看起來確實跟其他件事 賣板條的不太一樣 有種格外晶瑩剔透的view喔 一口下去 一個感覺 口感的部分 那覺得是極度的Q彈 但又不至於像是米苔木 那麼的有韌度 對我來說算是一個點到為止 相當舒服的Q度腳感 搭配上交錯在其中的豆芽跟韭菜 就會補上非常顯著的鮮脆度喔 然後這裡調味呢 就是一個很原味 肉末的鹹香為主 不會有太多那種油膏的甜味之類的 那當然呢 吃板條還要再給它淋上點的辣醬 辣醬呢 是必須給它淋一下 沒有淋吃起來就是偏家常 淋上點再給它充分攪拌之後 就有點進階道 會讓你感受到驚豔的小吃 有點像是在那種厲害的米哥店會出現的辣醬 香得不過頭 吃起來非常的夠味喔 再來呢 就是它的草野蓮 搭配上的當然就是最經典的這種樹脂 新鮮的吃起來那種鮮脆度確實有差 同時呢 在它樹脂毒尾那種發酵的香氣之外 乳上非常顯著 薑絲的風味 最後呢 就以它的花生豆腐收尾 夾起來有那麼一點像是蘿蔔糕的手感 對我來說吃起來有點像是口感更加綿密的蘿蔔糕 乾脆用舌頭去壓它就會瓦解開來 然後取代蘿蔔香的 真的就是一股淡淡的花生風味以及米的香氣 我還以為會有點像是那種甜點的路線喔 好的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高雄美食美濃篇 20小時爽車特級試選 你各位搜尋美濃美食版條絕對是最常看到的 但其實在版條之外也是有很多 值得你嘗試一下的優質選擇 而且你心機的野蓮口感吃起來覺得是有差的 記得來到美濃的時候呢 要給它多吃幾盤 好的 那就這樣啦 想要點一下資訊 我都會放在影片下方的數目欄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